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知道再过两天 我们就进入这个六月份 我们看见 虽然我们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因着这个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很多人都没办法 只有都躲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头 虽然我们在生活里头受到种种的陷阱 但是我们看到 时间却不等我们的 这个时间还是一天一天的过去 马上我们快要进入这个六月份里头 我们看到真是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真的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时间 每一个机会要来敬拜他 侍奉他 跟随他 赞美他 让我们同性的来再一次的做一个祷告 我们满心的感恩 主啊 我们谢谢祢的恩惠 谢谢祢的年灵 是的 时间是一天一天的过去 但是祢的恩典 也是领导着我们 一天的过去 也代表祢给我们有一天的力量 和新的恩典 和新的盼望 我们满心的感恩 我们恭敬地把我们在家里头聚会的弟兄姐妹 照到主的手中 或者也把我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地方 来看到这个长道 世平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求神 在这里的话语来福星我们 在这里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 有祢从祢而来的带领 主啊 我们感恩 我们真的要祷告 求神在这个时代的当中 在这里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里头产生的力量 福星我们起来 让我们快跑来跟随祢 见证祢 荣耀 侍奉祢 我们也把祢的仆人 照到主的手中 求神祢 借着祂的口 来把圣经里的话语 今天来讲得明白 让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奉耶稣的名 祷告 Amen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这个疫情 已经渐渐地慢慢地退去了 大家都很热切地在期待 期待什么 在生活上要发生一些改变 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 社会里头 我们人民的生活 我们都能够经济地复兴起来 我们开餐馆的 做生意的 希望我们的业务 都能够有进展 另外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 大部分的人都在告诉我说 我们多么的期待 可以出门旅行 因为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都被困在我们的家里头 没办法去旅行 无论是在我们北美洲里头 去到外面去走一走 或者是我们去到亚洲 去旅行 或者是我们上着整个世界来出发 来出门旅行 大家都很兴奋 很盼望 是这样的 我们也真的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 无论去哪里 对有主的平安保守 与我们同在 带领着我们 为什么人怎么喜欢去旅行 因为很多人都说 唯有踏上一个旅途上 我们才有收获 好像我们去到 看到美好的风景 我们就把它派下来 看到一些景点 很有诈解的地方 我们把它派下来 作为我们以后人生的回忆 我们每逢看一下这些照片 就想到 在这个旅途的上面 我们所学习到的 所看见的 所经验到的 这都是人生里头 旅途上美好的一个收获 但是我们要知道 人生的旅途 只有起步 没有回情 这是有点 有点很可视 但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 No turning back 是这样的 我们的人生的旅途 只有起步 没有回情 我们去旅行 我们从这里出发 然后某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回到 在自己的家里 这是旅行 这人生的旅途 从我们出生以来 来到这个世界里头 投入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我们就发现 我们只能够起步 一步一步地来行走 但是却没有回头的道路 因为没办法回头了 只有起步 没有回情 我们想一想 也真的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 已经度过了几十年的人生的旅途 我们能够走回去 从前的光景吗 都不可以的 我们只要一步一步地 往前进 往前走 这是为什么 我们真的要把握好 我们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机会 踏上人生的旅程 表示着我们要抛杀一切的俗事 来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考验 在旅程上里头 我们有很多考验 因为都是一些陌生的环境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没有经验过的遭遇 它就碰上不同的人士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凭着信心 勇敢的心 去面对这些人生旅途上的考验 当我们踏上人生的道路上 就能够发现 其实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有新的收获 我们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学识 通过这些学识 我们都在成长 所以人生的道路 是成长的道路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能够说 我不愿意走下去了 我不要走了 但是不行的 如果不走下去 我们就没办法有新的学识 有新的更新的成长 今天看到经文 是在旧约诗篇121篇 这是人生路上的一首颂歌 是一首颂战的歌 里面都是多么丰富的描写 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 是如何如何 不是孤单的 不是单调的 不是没意义的 相反 我们只是人生的道路 都是风风盛盛的 都是美满的 还有我们都有一些 很好的学识 和更新的一些发现 首先在这首诗歌121篇里头 头一句话 我就觉得它就非常的有分量 也非常的有力 很有动力推动我们 一开头 诗歌这个人 就是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人 他说我 这个我是什么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人 每走一天 他都看见新的东西 每走一步 他都有新的发现 我们就是这个我 你就是这个我 我也是这个我 我们都在经验着 这个人生道路上的新的发现 他说我要上山举目 这是一个很好的动态 很生动的 把我们的人生道路描写出来 他说我们要举目 在圣经里头 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 常常提到举目这个动作 当提到举目这件事情的时候 通常如果你留意 通常是让我们看到 因为这个人 他注意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或者是他注意到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人 或者事情 这是举目 当我们举目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 影响到我们的看法 也影响到我们的道路 他举目就代表 他的眼睛往上来看 当我们只是 只顾看着地上的时候 我们永远看不见 漂亮的天空 看不见这个漂亮的云彩 但我们举目 看的时候 就看见这个多么美好的一个世界 他说我要上山来举目 因为他往走在这个山坡的道路上 他看到前面都是年绵的山脉 这个山不是一座山 而是年绵的山脉 这方面的意思 有很多座山摆在他的前头 他要举目来看一下 多宏伟 多审伟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的心中 包括你和我的心中 都有一座高山 或者是有好几座的高山 作为我们人生要攀爬的方向 与目标 很多人都盼望 爬上最高最高的山 整个世界里头 人家都盼望 去到最高的一座山 就是奇马拉雅山 他们都盼望去到哪里 看上整个世界 或者不然的话 住在我们温哥华这边的人 我们就可以去到 我们附近的这个西摩山 Mount Simon 来看一下 或者是我们去到 附近的这个洛基山 Rocky Mountain等等 我们都盼望 攀爬 或者是攀登 一座很高的山 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 这也包括在我们人生道路上 我们都有一些追求 一些盼望 一些能够达到的目标 或者是我们能够做成的一些成就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是否也寻求强大的靠山 什么是山 通常讲到山就是 它是强大的 坚固的 用来形容人生也真的太好 人生我们也需要一个靠背的地方 我们依靠它 我们说是靠山 有人追求别人做他的靠山 有人追求财产财富做他的靠山 有人追求学问做他的靠山 有人追求的就是生物的享受 来做他的靠山 但是请问一下 这几十年来在你人生的道路上 你所追求的靠山你找到了吗 你觉得这个靠山真的可靠吗 这是为什么这首诗歌的人他说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觉得他写得太好了 他首先说我举目看见所有的群山 但是我真的帮助从今是山脉而来吗 不是的 但是我的帮助到底从何而来 人生几十年的光景里头 我们曾经有过失败 有成功 有开心 也有不开心 有顺利 也有不顺利的时候 但是我的帮助 从何而来 走到现在 来到如今 到底回想一想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人生路上 我们都是去旅行的时候 都去购买一个保险单 就是旅行的保险单 就是来让我们在旅途上 能够放心的 能够安心的 万一出的什么状况 我们有一点保险 有一点保障 给我们 或者给我们家里的人 但是人生路上的 最好的 最稳妥的保险单 不是人来开给我们的 而是我们的神 来签发给我们的 所以 所以一百二十一篇 这个人就说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就是说 从人哪里 我找不到最好的帮助 在几个世界里头 我碰不到最好的靠山 就是唯有 当他认识神 回看他的人生 他发现 他所伤心的 所跟随的 所侍奉的神 最稳妥的 成为他的帮助 成为他的靠山 为什么 因为在耶利里书 第三章二十三 这是怎样说的 他说 仰望从小山 或从大山的宣让中 得帮助 真是枉人的 以色列得救 成人在福 耶和和我们的神 这句话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人一般 是盼望从不同的靠山 哪里得着帮助 无论是小的山 或者大的山 或者超级高大的山 我们都盼望从他们 哪里得着帮助 成为我们的靠山 但是圣经说 都是枉人的 都是没用的 到头来 都是不可靠的 但是他告诉我们 一个答案 就是说 我们得救 都在乎我们的神 这才是 我们最强大的靠山 最可靠的帮助 所以我们看见 前面的一群山 但是不要停止 在哪里 我们从山上 再往上再去看一上 一直看到 来创造天地的神 也就是这个诗篇121篇的人 他生命里的经历 他是生命里头 不同的时期 起初他看的 是看到前面的 一座又一座的山 他都以为 这是他的靠山 但是最后他发现 都错了 都不行 只有他从这些 一群一群的山 再往上面去看的时候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这一位神 他创造天地 圣经里头常常告诉我们 创造天地的神 怎样的 怎样的讲话 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 不是人为的 不是人把它创造出来的 不是我们把它想象出来的 不是我们把这个神 编做出来的 都不是 神就是神 他创造了我们 我们是他所创造的 居然是怎样 唯有这一位 创造天地 也给生命给我们的一位神 他是我们人生道路上 最可靠的一位神 也就是我们最好的帮助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靠山 山倒 靠人 能不能跑掉 但是我们靠神 是最好的 靠山 三位岛下去 靠人 能不能跑 跑走的 但是我们依靠我们的神 这位创造天地的神 把生命也赐给我们的神 把救恩也给我们的神 才是最好的 最稳妥的 所以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如果你发出一个问题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请你记住这句话 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 这位神而来的 但是有些人 在他人生的路上 什么他都看不见 他每逢看见的 总是看到难处 他就是说 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见困难 一看见困难 他就抱怨 一看到困难 他就灰心 一看到这些困难 他就什么盼望都没有 这是很可怜的 在我们人生里头 我们也经验 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跟他们讲话 我们觉得很没有味道 因为他常常就是 告诉你 他有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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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抱怨 就只是困难 没有看到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吗 没有看到 神是我们的帮助吗 没有看到 神就是我们的 永远的盼望吗 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 只看见困难 让我们 把我们前面的云幕 拨开 让我们看见 他的美好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最好的带领 所以请大家记住这句话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 绝望的人 经理也跟我一块来念这句话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不是看见情形 看见怎样的环境 我们就是绝望 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 我们的盼望 也不是在这一座又一座的山脉里头 我们的盼望 是在我们的神那里 因为他创造了天地万物 神绝对真的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保护者 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 人生路上的保护者 是哪一位 不是这个细节 不是别人 也不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保护不了我们自己 我们常常失败 我们常常不可靠 但是唯有神是最可靠的 所以我们人生路上的保护者 第三者里头 诗人说 他逼步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逼不打蹬 我们的神很生动地 没有谁告诉我们说 神在做事情的 神并不是不做事情的 神永远都在做事情 祂永远为我们行了大事 因为祂一定 不会叫我们失败 圣经里头 告诉我们神逼步什么什么 是重复了很多次 如果你往下看就看到了 来告诉我们说 绝对 绝对是真的 神是来帮助我们的 神是爱护我们的 神是来拯救我们的 所以祂不会叫我们的脚摇动 所以说不会叫我们失败 不会叫我们跌倒 所以如果我们要举目 来看我们的神 就应该把我们的脸都往上 来瞧 来看 但是当我们只是看人 我们就会跌倒 就是散破的路上 我们不能永远低着头来看 我们早前的每一步的道路 有些人不放心 总是看着他前面的每一步的道路 结果他就跌倒 唯有我们往前看 往上看 我们就会拿到我们走路的时候的重心 不为细脚 不为跌倒 犹大书 这是《信日圣经》里头其中的一卷书 因为他这卷书很短 所以他没有分有第几章 所以犹大书二十细节 里头是这样说 来能保守你们不细脚 叫你们无杀无痴 欢欢喜喜 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神 感谢赞美主 这位独一的神 唯一的神 爱我们的主 祂能够保守我们 不失脚 不为跌倒 不为失败 祂能够扶持着我们 感谢神 神永远都在做事情 永远都为我们行了大事 只要我们依靠祂 信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 使徒保罗经过人生的道路 奔跑了这么多年之后 他明白一件事情 他说 因为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 也深深的相信 他能保守我所招负给他的 直到哪日 直到哪日 这是耶稣基督再来 荣耀的美好的一天 这个意思 他保罗说 我今年的人生 怎么丰丰富富的经验之后 我就发现 唯一可信的 唯一可靠的 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 是这一位神 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医生 我们所有都招负给他 招负给他 这样 我们这一位神 他能够保守我们 我们所招负给他的 他不会有什么事情的错误 他也不会叫我们希望 感谢祂美神 你愿意把你的医生 把你医生的道路 你所做的事情 你所依靠的 你所计划的 都招负给这样的一位神 保罗说 我已经招负给他了 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也已经把他们的事情 招负给神了 你呢 你也愿意来招负 给我们的这一位神 人生 人生这一段的道路 是怎么样的 是很滑 很窄 很崎岖的 很危险的 但是 我们可以放心 神是要叫我们的脚步 好上什么 好上路 一只路 走在山坡的路上 他的脚步 非常的稳健 非常的安全可靠 有时候我们看 这路真是厉害 他的腿都是 幼幼的一只腿 小小的一只腿 但是他能够走在山坡的路上 弯弯曲曲的路上 这个路很窄很缓滑 但他都不惧怕 都很平稳地在走过去 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 能够帮助我们 带领着我们 人生的路真的不容易走 但是神 帮着我们 一块来走 这段人生的路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也经验到什么 进退两难的人生的岁月 我上个礼拜在这里 讲到就是 人生总有搁浅的时候 就是我们 动弹不行 去这里也不行 去哪里也不行 今天再看另外一个光景 我们开窃的人都有几个经验 开窃到一个地步 夫人之间发现 窃子出身的状况 引擎发动不了 我们整个窃子就停在哪里 周围都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能够帮助我们 好像这个途中的几个人 他觉得很烦恼 很无助 如何思考 怎么办 其实我们 不单止我们的窃窃 为出生问题 我觉得有一年 我开窃在英国伦敦 外面的一个高速公路上 叫做M25 这个M25是一个循环的公路 就围绕着整个大尔伦敦城 来奔跑的 都是很繁忙的一条公路 夫人之间我发现我的汽车有状况 百烟不断地冒出来 我就马上把车停靠在一旁 检查一扫 哎呦原来这个汽车里的水上有一个洞 有一个破洞 水就跑掉了 所以就都 这个马达都不能发动 引擎都不能运作 但是哪个年代还没有手机在口袋里头 所以没办法 那只有一个方法 我们上车看公路的旁边 它有一个指示 一个指标 说如果往这边走 走多远就有一座电话 如果走另外一面也可以走多远 有另外一个电话 所以你就要选择 走哪一面的路程比较短 那你就徒步走过去 拿起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就马上 博通去到救云的中心等等 后来这个工程车就来了 来帮助我们 急救了这台汽车 人生在进退两难的岁月 我们都经验过 车子发不动 可能影响了我们当天所有的计划 我们的行情 或者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做不了而已 但是人生还有别的事情 叫我们进退两难的 我们只有坐在哪里 什么都不能做 坐在哪里 觉得什么都做不成了 就是这样 人生的路上 总有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状况 或者是我们不能够 把它管理得很好的一些时间 诗篇五十六篇 上一周我也引用大卫所写的诗歌五十六篇 现在来看同样的一篇诗歌 另外的一句话 大卫说 你神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 使我的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这里告诉我们 原来在神的带领和祂的救护的地上 祂让我们走在生命的光中 祂让我们走在生命的黑暗的当中 祂让我们走在黑影的当中 很多人被祂过去的失败 好像黑影一样笼罩住祂 让祂看不见光明 看不见前途 也看不见盼望 很多人被过去的失败 影响到祂 不敢再往前进 但是在神的里头 祂能够改变我们 让我们可以行在 祂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的光中 感谢神 你已经是蒙神的拯救的儿女 你有神的光在光叫着你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过去的黑影 过去的失败 过去的阴霾 都把它抛上 我们要走在主 在我们生命道上的人生之光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光 祂走在祂的里头 我们就没有黑暗 第四节 在圣经 诗篇121篇 第四节是怎样说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顿 也不睡觉 打顿就等于我们说是打瞌睡 等等 有人我们觉得困了 我们眼睛里 闭上眼睛小睡一晒而已 但是祂不单止不小睡一晒 也不会长期的来睡觉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位神 祂保护我们 打顿是短暂时间的 睡觉是长时间的 那所以说我们的神很厉害 祂不单止的手能够创造天地 能够带领我们保护我们 祂的眼睛也很厉害 心经不一样说吗 祂的眼睛看顾我们 从睡手到年中都看顾我们 那所以说从头到尾 祂的眼中都没有闭上任何的一刻 祂都帮助我们 照顾好我们 就是好像说 我们24小时 祂都瞪着眼睛来照顾我们 来看着我们 其实这句话也表示说 我们的神啊 祂愿意来保护我们 不容许拿恶解 就是拿仇敌 就是拿仇敌 来用任何的方式来偷使我们 魔鬼查当 就是好像很狡猾的敌人 祂不会在我们很 怎么样 很警醒的时候来攻击我们 这就是我们不警醒的时候 我们大意的时候 我们舒服的时候 我们泰国不小心的时候 祂就偷偷地来攻击我们 袭击我们 魔鬼就会这样 祂来试探我们 把石头放在我们前面 我们一不小心就把我们绊倒了 应该一直人的讲话 叫我们不开心 我们就生气了 我们就犯罪了 我们就作恶了 这就是魔鬼的作为 偷偷地来偷使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也常常 让神来保护好我们 但神愿意这样 因为祂不打顿 也不睡觉 祂的眼目总是看顾着我们 第五节 再一起讲到神的保护 我们看到 诗篇121篇里头 告诉我们 保护这两个字 去重复出现的 要有六次这么多 这首诗歌只有八节的经文 但只有六次告诉我们 神的保护 又两次告诉我们 神的帮助 真是很平凡地告诉我们 神是可靠的 圣经这里说 保护你的是耶和尔 耶和尔在你的右边 来硬壁里 感谢神 我们的右边是什么 我们的右边就是说 最接近你的地方 明白吗 在最接近你的地方 来给你接音 这好像有人 当太阳猛烈的时候 他把一个太阳上 放在你的右边 哎哟 好舒服 给你感觉的很阴凉的感觉 我们的神就是 怎么体贴你的 怎么爱护你的 怎么细心地来保护你的 祂不是跟我们距离 很远很远地来保护我们 祂是贴近我们 来保护着我们 在你最接近的地方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祂来保护你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的神 祂不会站错祂的位置 祂永远站在我们的右边 来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也不要站错了 对吗 很多时候 神没有站错位置 反而是我们站错了位置 如果说 神在我们的右边 来保护我们 那就是说 我们就在神的左边 但是如果我们 不站在应该站的位置 神如果要来保护我们 要来帮助我们 我们也没办法得到 所以不要说 埋怨说 神不保护我们 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站错了位置 真的吗 在过去人生里头 我们常常站错了位置 做了错误的选择 有错误的想法 结果我们经验不到 神的保护 神的帮助 是我们的过错 是我们选择的错误 所以我们不要站错位置 因为我们的神 祂永远不会站错位置 永远在我们最接近的地方 最需要的时候 来保护和安慰我们 问题是 我们常常离开了神 离弃了神 把我们的神放得远远的 离开神远远的 好像圣经里都说 长得浪子 离开他慈爱的父亲 远远地跑到 好老远的地方去 结果 他的生活是悲哀的 是痛苦的 在错误的跑道上 即使我们再用功 再努力地去奔跑 也永远去不到 成功的地步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人生 对神给我们的跑道 如果我们走错了 这是跑道 就要别人的跑道 那么我们奔跑 很用功 很卖命 也没用的 我们做事情做得再好 也不会成功的 不会成就的 所以我们要跟随主 走在主的道路上 很多人起初的时候 都跑在对的道路上 跑到一个 叫美好的路上 但是慢慢慢慢 他受到人家的影响 受到人家的 讲的话 来动扰他的信心 但是慢慢地 离开了他的道路 结果 最后 他去不到目的地 很悲哀 很痛苦 所以刚才说 不要站错了位置 也不要奔跑在 错误的跑道的上面 人生是一条路 我们要往前跑 不要走歪了 不要走在 错误的路上 耶稣说 他就是我们的道路 和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跟随他 举目 就是说 我们要专心地 来仰望神 就算我们生命的路上 有一切的难处 只是困难 很大很多 大的好象 一座冰山一样 但是冰山也要融化的时候 对不对 冰山也要融化过来的时候 我们仰望神 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破冰 把我们前面的一座冰山 都要融化 大山可以移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神的慈爱 永不离开我们 所以我们要专心地 来仰望神 在你人生的道路上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时期 都有一些困难 但不要离开神的爱 不要走到别的跑道上面 不要站在错误的位置上 永远地跟随神 亲近我们的主 今天第六节 继续地告诉我们说 白日 太阳 避不上你 夜间 月亮 避不害你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 刚才是说 我们的神 祂不睡觉 不打顿 现在祂告诉我们 神还是继续地工作 祂继续地来保护我们 按照我们的需要 来照顾我们 人生离不开白天和黑夜 对不对 只要减两个时间 不是白天就是黑夜 不是黑夜就是白天 都是这样的情形 白天都有太阳 阳光都是供应给我们的 但是 如果太多的阳光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影响我们的皮肤 尤其是爱美 漂亮美丽的人 我们都很担心 阳光太厉害 把我晒黑了 还有阳光的紫外线 都会破坏我们身体的健康 还有影响我们的眼睛 等等 但是说 这不算是怎样 神说 不容许 这些来伤害你 夜间的月亮 也不害你 那就是说 晚上来了 黑夜也来了 晚上的月亮的光 当然不如白天 太阳的光 怎么光明 所以 黑夜来的时候 总是有困难的时候 总是有危险的时候 但是 神说 逼不上你 逼不害你 这里又重复讲到 逼不这个字 所以这个 十篇一百二十一篇里头 写四个的人 真是太厉害了 他重复 要重复用这些字 来告诉我们 神时时刻刻地 来照顾我们 来看顾着我们 在任何的时候 神都好好的 来保护着我们 神都没有 看不到我们的时候 因为他的眼睛 常常看顾我们 没有闭上他的眼睛 他都看好我们 保护好我们 无论是你的 人生的白天 或者你人生的黑夜 当你很顺利的时候 神照顾你 当你觉得 人生不顺利的时候 是人生的黑夜的时候 神也来照顾你 感谢赞美神 神是任何时候的神 我们的神 没有什么休假的时候 我们的神 没有上班的时候 任何的时候 无论是白天 无论是黑夜 他都来做工 他都来照顾好我们 我们都知道 很多现在很多商店 都有24小时的服务 什么是24小时的服务 他能够提供 24小时的服务 有两个可能 一 他是不容忍手的 他只是用一台机器 或者一个电脑 在不停地来运作 来做事情 第二个情形 他能够24小时做事情 就是他在里头工作的人 都是轮班的工作 从来没有一个工人 他是一天到晚都在工作 他是轮班的 轮流地来工作 他有上班的时候 也有下班的时候 当他下班的时候 另外一个工人就来 借替他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神 永远都是他 永远都是他来照顾我们 永远都是他来看顾好我们 永远他都 他在你的右手的旁边 就是你最接近你的地方 你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来帮助你 我们的神 真是太好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第七节 圣经说 耶和尔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生命 感谢主 保护这个字 要再在这里重复地出现 还有在第七节 两次地告诉我们说 他要保护我们 好像是告诉我们说 神唯一的目的 是要来看顾我们 保护好我们 带领着我们 神唯一放菩萨的工作 就是要来保护我们 看顾我们 好像我们的父母亲 唯一他们放菩萨的 一个工作 唯一放菩萨的一个重担 就是来照顾好 他所亲生的儿女 我们都是 我们的天父 这就是耶稣基督 所重生的 属神的儿女 难道都不要来 保护我们吗 难道他在我们 黑夜的时候 离开我们吗 难道在我们 最需要的时候 他不管我们吗 难道在我们 最进退两难的时候 他不来照顾好我们吗 难道我们的 气质发动不了 我们的事情 网络的时候 他看不到吗 没有 他都看到 他都照顾我们 他要保护我们 人生的一切 里头的一切 即管依靠他 当你称呼我们的 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那所以说 他主管我们的人生 他主宰着 我们生命里头 人生路上 要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 包括我们的生命 包括我们所爱的 包括我们所关注的 他都来关注 他都来爱护 最近我们看到 有一个死亡的直播 在这个电脑里头 就是说有在泰国 有一位女子 我们说是一个女网红 年纪也不大 大概只有四十岁的时候 他平常都喜欢在家里 这个直播 把他的生活的事情 让他的粉丝来知道 跟他们来互动 来沟通 当天他在家里 在厨房里头 正在煮饭 与粉丝来互动 跟他们谈话 怎么煮饭 怎么做这个事情 很多人在这个疫情期间 也喜欢这样做 告诉人家 怎么做煮饭 做菜 怎么美容 怎么做家屋 等等 都是很亲切的 但是当天 非常的特别 当天 当他正在做直播的时候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这个网红 忽然就在倒地 去世了 过世了 死亡了 哎哟 当时看着的人 都是杀一跳 也惊杀得不得了 没想到 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天天 这个网红都在做直播 没想到 这一次的直播 是人生最后的一个直播 是死亡的直播 我记得上一周 在这里讲到的 也讲到另外一个直播 叫人家兴奋的 一个小孩子 在公路的器械里头出生 叫人家很兴奋 但没想到过几天 就看到这个死亡的直播 人生就这样 人生无常 你没想到的东西 都会发生 没想到的时候 都会出现 就如上一周 我曾经告诉你们 大家这一句话 人生没有彩排 每天都是直播 人生没有彩排的 每一天都在直播 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真实的事情 神都知道 神都看顾 神都明白 所以我们握好每一天 把握好人生 每一段的道路上 所发生的事情 所经验的事情 最重要是 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认识神 相信他 跟随他 不要走在错误的跑道上 不要站在错误的位置上 我们紧紧地跟随他 人生的灾害 总是在我们没有留意 也没有警觉的时候 突然发生的 真的是这样 是突然发生出来的 没有注意到 就好像刚才所讲的 这个女网红 发生的事情 是 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看的人也不知道 但是这是人生 人生的灾害 在我们以为平安的时候 以为稳妥的时候 就突然发生 好像火警 就是这样 有些房屋 有些屋子 夫人即将生火了 然后就发生火警了 这个火越消越大越厉害了 这个消防车也要来了 这是人生的灾害 在还没有发生这个火灾以前 人都没有知道的 没察觉到的 都以为很平安 很稳妥 但事情就这样发生 人生里头 也有太多 太多 这样的灾害 在你过去里头 都发生了 在你家庭里头 都发生了 在你所知道 所认识的人的当中 都发生了 这是人生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帮不了自己 我们的帮助 从何而来 我们的帮助 要从爱我们 看顾我们的 这一位神 而来 他说 免受一切的灾害 是什么意思 难道无灾无难吗 不是的 免受一切的灾害 的意思 是告诉我们生活里头 就算我们面对 喜应幽固里头 我们还可以 安然地去面对 因为神 是我们 终极的保镖 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上里头 很多人都 付很多钱 要来 请人来 为他的人 为他的生命 做保安的工作 为他的家 做保安 为他的房屋 做保安 为他的出行 做保镖 来跟随着他 在他旁边 来 随时保护他 但这些 都不是 百分之一百 绝对的 保证 我们平安的 但为了神 他是我们 终极的保镖 因为无论是白天 无论是黑夜 他都保护我们 无论是任何的时候 任何的状况 他都保护好我们 就算我们 偶然会面对困难 偶然会去到 人生搁浅的岁月 无论有时候 我们去到 人生里的 进退连难的时候 我们的气急 发动不起来的时候 不能再往前 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 安忍地面对 好像圣经 信约里头的 所有的人物 都是这样 旧约里头的 单一里 曾经被人家 陷害他 把他放在 十几坑里头 都是面对着 喜因幼顾的时候 但他能够 依靠神 安忍地面对 还最后 蒙神地保护 信约圣经里的 使徒保罗 不也是一样吗 面对生死之间 只是 一撒几 可能命都没有了 但他安忍地面对 因为他在主的面前 过得很快乐 很平安 他相信 神是他的保护 神是他 终极的保镖 弟兄姐妹 我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觉得 一个人 正在孤单地独行 是否是这样吗 真的 在我碰见的人当中 都有这样的人 他是孤单地 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生活在 自己的房屋里头 生活在自己的 apartment里头 有些人 他的老伴已经离开了 再不能跟他 一块来生活 有些人 的儿女已经长大了 他们都搬家 或者他们 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搬得很远的地方 有些人 他的家人 都住得很远 在大海洋的另外一面 只有幸福他一个人 孤单的 孤独的一个人 来在这边生活 其实 刚才讲得很好 我们人生这一条路 是只有起步 没有回程 我们只有往下走 但是我们的经验 都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 他是真的可以跟我们 从头到尾地走下去 可能在我们人生旅程当中 我们都有一些人 来帮助我们 陪同着我们 支持着我们 爱护着我们 但是是人 在不同的时候 也离开了我们 因为不同的原因 也离开了 没有一个人 可以永远地跟你在一块 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 很真实的情况 有点感觉到 很悲哀 很可怜 但不是的 我们永远不是一个 单独的一个人 我们永远不会单独的 这些圣经告诉我们 这也是我觉得 诗篇121篇 它太过震撼人的心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最后的一句话 在诗篇121篇第8节 这一句话 很震撼 很有力地 给我们应许 给我们安慰 给我们鼓励 是的 看来我们是孤单的 但实在来看 我们也不孤单 因为圣经说 你出礼物 耶和和我们的神 要保护你 从今时 直到永远 大学生 多么有力的一句话 多么长大的应许 作为这一 警守诗歌 人生的颂歌的结束 人生的道路 真的只有起步 没有回头的 但是 一生一世 跟着我们 带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的 是这一位神 他说 无论我们的出与入 You're coming and going 那就是说 无论我们去 另外一个地方 或从另外别的地方 要回来 这只是人生 来来回回的路上 在每一段的 时期的当中 只有这一位神 他伴着你 他不单止是 今天与你同行 他以永远的 与你同行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圣经里头 其中一句 我们说什么 说很借地气的一句话 所以说 不是很 不是跟生活 远离我们实在的生活 很踏实的一句话 就是今时 now now 是现在 现在就与我们同在 现在他就在保护你 现在你的心情不好吗 他保护你 现在你的光景不对吗 神保护你 现在你觉得有困难 有为难吗 神保护你 所以我们长到的神 不是远离我们 很远很远 就在现在 就在如今 他要来与我们 但是 他不停止在今天 他是每一天 都保护我们 也永远的 直到永永远远的 now and forever forever more 感谢神 人生里头 真的没有一个人 会陪着我们走 从头到尾的走下去 我们常常在人生的道路上 跟人家飞手 我们分别 我们分开 我们离别 都有这些经验 很不如快的经验 但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不孤单的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他保护我们 从今时 直到永远 所以今天 无论我们的人生 仍然在一个 璀璨的黎明 或者是去到了 一个亡分的岁月 无论是那么的情况 十七也好 神都是这样 爱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 在你人生的道路上 你总是看见 神是你的帮助 神是你的力量 神的爱 要领导你 耶利米苏31章第三节 神说 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来适应你 只有这一位神 祂有永远的爱 人间都找不到永远的爱 只有这一位神 祂有永远的爱 永恒的爱 西篇 九十一篇 十一节 告诉我们说 因为神要为你 吩咐祂的十节 在你行的一切的道路上 保护你 一切的道路 就是说 每一天的道路 任何时候的道路 不同的情况的道路 无论是在北美洲这边 或者在亚洲 或者在整个世界 任何的一个地方的道路 神都爱你 神都保护你 弟兄姐妹 你正在面临着 人生路上的考验 或者困难吗 你愿意信靠神的带领 并且相信祂的帮助和保护 从今时 从如今 直到永远 你在这些困难当中 你也没有向神呼求说 神啊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今天的诗歌 四篇一百二十一篇 是生命的诵歌 它告诉你一个人生答案 我们的帮助 从神而来 因为它创造了天地 也把生命给你了 十字街头 是1937年中国时代的 古老的时代的一部电影的主题 告诉我们 人生总是站在十字街头 不知道去上如何 不知道方向 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 其实几十年前 这一句话 用在今天 还是很现实的 很实在的 我们总是站在 人生的十字街头 很多问题 等待着有答案 但告诉你 人生的答案 人生道路上的答案 就是在神那里 人生的路上 并不是没有难处的 并不是没有失望的 并不是没有伤心的 但诗篇121篇告诉我们说 神是我们永远的保护者 神是你永远的保护者 神是你的家庭永远的保护者 神是我们每一个人 伤心祂的人 永远的保护者 愿主的平安 施下给你们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生命 绝望 人生一样 而是 伤心什么 和善调 与了 sweeping 待会